参考消息 在国家排除在外 报道趁 这份文件草案该树 了各国在努力达成协议过程中的谈判立场 分析人士说这代表已取得一些初步进展 报道介绍 北京在草案中表示 中国和十个东盟成员国 应当定期举行联合军演 但这些演习 不应该让域外国家参与 除非有关方面事先得到通知且未表示反对 报道援引新加坡有所谓 伊萨东南亚研究所 的黄世霞 因的话说 中国设法通过提议举行联合军演来 向全世界传达一个微妙的信号 即东盟和中国可以进行合作 而且目前情况进展良好 因此没必要让域外国家来参与南海问题 报道趁 文件显示 北京还提议中国和东盟 可在有关水域联合开展 尤其勘探 但再次提议将域外国家的企业排除在此类活动之外 另据法国快报周刊网站8月2日报道 根据一份避免在南海这一战略地区发生冲突的计划草案 中国愿意与南海水域的亚洲国家们进行定期军事演习 以及共同开发能源 报道趁 这份文件体现了在南海行为准则 的制定中国国的出事立场 根据上述文件 北京提议中国和东盟十国在南海进行定期军事演习 并且演习应当仅限于本地区国家 报道趁 中国还提议和东盟国家一道 在这片自然资源丰富的水域共同开发石油和天然气 此外据路透社报道 新加坡国防部3日说 中国海军与东盟国家海军本周首次举行联合演练 旨在拓展合作 报道趁 中国海军与东盟国家海军参加 而在新加坡举行的这次桌上模拟推演 双方首次海上联合演习 定于今年10月举行 报道援引新加坡海军军官林于川 因的话说 演练提高了我们的配合能力 东盟国家海军与中国海军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和认识 报道趁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 王毅二日说 海军演习将拓展中国和东盟的军事交流和安全合作 今年4月 我海军辽宁舰 航母编队 在南海海域持续展开训练 新华社 接下来说 海军军事交流和安全合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